大家好 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未在YouTube上講過的區域 Bernabee North Bernwood SkyTrain站正北邊的一個 condo 這個樓盤的名字叫做AmazingBernwood 大家可能都已經聽過了 看到現在有三棟樓 我們是一棟Tower2 名字是1955AlphaWay 入住了 2020年收樓 看到我身後 西北角這棟是Tower1 4510 Halifax 是19年收樓 待會我走過去那邊 東邊還有一棟是今年收樓 暫時的項目到現在為止是三棟樓 講述我這個部份 即將就下個星期掛牌 其實我在43樓 在這棟建築裏 這個部份是一個東北的部份 也是唯一一個有四棟樓的職位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 會有一個正方一點 可以放到椅桌桌桌 燒烤爐的位置 還有燈還未開 這個正方位之外 還有一個四棟樓 這裡有門 可以可以通過到房間裡 待會再給大家看看 然後回到景觀 玩完失望才玩失愛 這邊是正北 正北邊在Vancouver 就會看到雪山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一路向後 一路過去都是Bernabine North 然後我們因為在露台位置 出來一點 其實我們如果向西北方向望 除了看到Tower One之外 還可以看到遠方 下廳的那些樓 還有那邊 其實是有些少少的Water View 不知道影片能否拍到 其實是English Bay 一邊的水流進來都有 放回到北邊 主要是Amazing Brannwood 下面是房間 有些住宅 再圍出去一圈 其實大部份都是獨立屋 大家看到一間間 全部都是DETECT HOUSE 順便可以說 前面大家看到有兩塊大草地位置 東北多一點 那裡是Bernwood Park Elementary 那個就是小學校網 開車差不多三四分鐘就到了 另外後一點 北多一點 那個就是那一塊大草地 那個位置就是Alfer 的Secondary School 走過去也是十五六分鐘 開車就三四分鐘 每一條直路Willington 這樣駕駛上去就是了 這邊就是北邊的山頸 那裡特別高的位置 其實就是再遠一點 Campel Hill那裡 現在看到我這邊就是東邊 東邊也是看到一個高地 那邊其實就是SFU的山 一邊一邊過去就是了 這一棟就是TOWER3 它是4650 Brandwood 今年剛剛收樓的 然後我們一路看過來 這裏就是一個東南一點的景觀 首先看到前面的一些雙下 也不是雙下 也不是雙下 是一些辦公樓 將來這些都可能會 變成一些高樓 例如是低樓 然後一些是 這些是低樓 然後Concord Pacific 即是Concord Brandwood 那幾棟就是這個方位 低於我們一些 大家看到如果向下看 就有一個Skytrain Track 這一條就是Low Heat 7號公路 那好了 一邊看下去 然後大家會看到 再下去Low Rise 還有一條大馬路 其實那個已經是Highway 1 所以由我們這一棟樓 你如果要駕駛上Highway 1 去Cocollum 或者是再往Downtown 或者西溫方向的話 就會用Highway 1 其實這裏過去已經看到Costco 我們這邊駕駛過去Costco 大概是五分鐘左右 除了Costco之外 沿著Low Heat Highway 即Skytrain這條路 等一下跟大家下樓看看 其實有很多配套 超市都有兩三個 然後文具店 也有中西式的餐廳 而本身Mazing Brandwood也是一個Mall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種類買東西 Coffee Shop Shopping的地方 這裡有兩道門 可以接觸到它的部門裡面 一個是這個Slide Door 另外是剛才展示給大家看 對角位還有一個開關的門 可以接觸到的位置 進來這裡就是客廳位 它是Corner Unit 所以多邊窗 這邊是東邊窗門 這邊是北邊窗門 這個部門裡面有柱 這個是Construction Pillar 千萬不要拆掉它 千萬不要拆掉它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可以透光進來的窗 好像變成三邊窗 偷了一點西邊的光 我們去看看廚房飯廳位 這個部門的設計 就是它送了一張黏著的餐桌給你 這裡可以坐到四個人 不過你買椅子的時候 可能會買窄一點的椅子 它不是太長的 這邊還有一個椅子 可以放到兩張巴椅 它的桌面也有座椅 這裡開始已經是廚房地區 這裡有一些Pantry Wall 雪櫃 一樣給大家看看 它的配色主要是以白色和咖啡色為主 儲物空間是一路上到頂 大家會看到廚房位有些drop down ceiling 就是放一些lighting和管道 其他地方的位置就是九尺的樓底 我們可以看看儲物空間 最高的是單膏才可以放到 這個是充油煙機上面的空間 已經沒有空間了 它的Back Splash是鋪磚 然後長身也有很多不同的按鈕 即是電鍵、開關燈 因為這個建築 雖然是這兩年才落成 但它銷售期很早 那時候仍然可以有攝影機 所以會有多個製貨攝影機 提醒一下 其實一定要開了水 才開會比較好用 否則會很容易弄壞 這邊最外面的是洗碗碟機 牌子是Bosch 升盤下面 它全部都是做的 其實它整個設計都可以鋪勾 大家可以看到 鋪勾位置有些垃圾桶 是包了給你 有一套和放東西的位置 然後這些空間 打開了大櫃桶之外 裡面還有兩格小的 爐是Bosch 四個濾爐頭 充油煙機在上面 是拉出拉入式的 然後下面也是一樣 做了兩格櫃桶 它是高身一點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大一點的 包包碟碟碟 最後這個就是打開櫃 放東西的空間 這兩邊都是放東西的空間 下面也是 變成你的儲物空間 就會比較充足 它的焗爐 就放在一個 跟我們的身體 差不多平衡位置的空間 變成你拿東西 或者看東西 就會比較方便 牌子是Bosch 下面也是儲物空間 上面按出來也是儲物空間 很多地方放東西 雪櫃就在這裡 雪櫃就是24寸的 牌子就是Bosch 下面就是冰櫃 好 然後看上面的空間 上面應該是按的 也是存在空間 還沒看Island 我看上去 會扭到手 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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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 就是 沒力了 這裡有個微波爐 微波爐就是 built-in 有個框箱 下面還有一些櫃桶 這裡做很多櫃桶 變成你能夠容易 靈活運用來的 住民空間 飯廳客廳看完了 先說一下 這個部份是沒有冷氣的 暖氣的話 就是用Baseboard 就是自己給電費 大家看到牆壁有這些 你可以調整幾多度 行溫幾多度 然後還有多一盞燈可以安裝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是一些Potlight 這裡有一個白色的碟狀 你可以再加多一盞 Dining Area的吊燈 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主人房 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主人房是向北邊的 你會看出去 其實是自己的露台 然後是外面北邊的景觀 看到雪山的 床的話 應該會是這樣放 兩邊有些按鈕 然後這裡也有些電視的plug 可能這裡可以放電視機 放小小的櫃 就是這樣 然後主人房的衣櫃就是這裡 它有一個walk-in closet 但是也要經過這個衣櫃 才可以通往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個就會是用sliding door 這個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邊有medicine cabinet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 像Display櫃可以放些東西 水龍頭是貼牆的 不是坐在升盤上面 這個是面盤 這個你要開盡它 就要關門才開 因為現在開到這樣就撞了 但是看到空間也可以放東西 然後長身的電掣 也有些USC plug 就是可以在這裡充電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shower shower stove 它是一個吊在上面的 如果大家想要那些 handheld就要自己換 毛巾位在外面 回到 living area 走過來走過來這一邊 其實已經是second bedroom 這邊看出去就是東邊的景觀 你會有一個建築 隔了你部分的視野 但其他你都會很open 看到外面的位置 這個unit的衣櫃 這個unit的衣櫃 就是sliding door 和剛才有點不同 剛才是walk-in形式 出來這邊就是一個小小的 它現在配給你的門 就是這些sliding door 三個sliding門的玻璃幕組成 它的主意是當一個書房 不想像自閉的四面牆 所以就做了一個玻璃門 可以看到外面 我見過有些朋友 把它改成磨砂 就是貼磨砂紙 你就會有一點private launcher room 它就是做了side by side 兩個洗衣機乾衣機 就是bosch的 那個牌子 上面就是有這些organizer 有一個countertop 有一個台面 可以掛衣服 放一些清潔用品 這邊就是second bathroom 第二個洗手間 跟剛才的主人房洗手間 的size layout一模一樣 只是它不再是stiles door 它就是浴缸 這邊整棵牆和這棵牆 圍著浴缸 都是鋪了白色的細磚 花策在上面 這邊也鋪了磚 對 門口這邊有一個closet 可以用來掛衣服 這個有時候有朋友問我 通常是你回來 你要駁網絡的時候 每一個unit都會有這樣的box 你打電話去Telis公司 約了一個時間 就上來 ACTIVATE就可以了 兩房兩個洗手間 還有一個釘 903呎室內 室外面積 露台位到384呎 跟著方向 其實應該是這樣看 這邊向北邊 這邊是東邊 客飯廳的位置 另外兩間房是分開的 這個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向著北邊 另外客房是向著東邊 門口有一條小小的走廊 釘就在這裡 我們應該會在下個禮拜掛牌 初次掛牌價是$89.9萬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應該會集中收提供 提供提供的 提供期限 有需要的 或者想知道的朋友再問我 我們去看看 Locker和Parking 這個unit的Locker和Parking 都很近 Elevator和兩個之間很近 Locker就走這邊 這個已經是unit的Locker Room 你要按住才可以進來 然後它是003 現在就清空了 unit比較開放 後面沒有東西頂住 所以大件的東西都容易進去 好 跟進完Locker之後 我們可以去看看 Parking 出來之後 對過去斜角位 已經是我們的Parking Parking其實很容易認的 它就在雙現人士的Parking 左手邊 就變成你認住的藍色牌 就很容易去到自己的車位 其實就是這個 我現在拍了我自己的車 號碼是6409 大家看到其實它是普遍的 雖然旁邊有個柱子 但是柱子其實是 都是遠離了那條Parking 那條白色的線 左手邊是accessible 也有多些距離 所以泊車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難度 好 我們順便又看看 不如大家看看垃圾房 好 住在Condo 如果有垃圾的話 通常都會拿去垃圾房 那Elevator出來 我們是P5 就是那個Garbage Room Garbage Room 進去都是要有 才可以進來的 進來之後 每一個建築 有時候它的設定 或者它的機器 都會有些不同 我們就看看這一間 大家看到綠色的 其實全部都是recycle 即是紫皮 那類的東西 都會丟在裡面 另外 另外呢 你也會看到有一部機器 那這一部機器 那這一部 就是for food waste 即是organics 和一些這些 譬如膠沙膠碟 如果你養了貓 也都可以 那用法 其實就是這樣拿 就是你打開了它 你扔下去之後 它自動就會壓縮 就會很大聲 就會壓榨 這樣它扔下去 這裡的黃色的箱 就看到了 就是放一些膠瓶 或者紫盒類的東西 那很多時候 大家去過Garbage Room 看回牆壁上面 應該都會有些 notice 是教你們 什麼擺在什麼 那如果你亂來 很多時候都會有camera 那如果它發現 你經常都亂來 其實可能會發錢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而提到一些 一些工業類 譬如說 你家製造了一些油漆 那些油漆罐 就不可以丟到這邊 那些是要另外拿去外面的 一些recycle的中心去收 它這個就是大家看到 它是用了一個mixed recycle program 那它就是把一些廚餘 包括一些膠類的東西 都放在一起去做recycle 那也是有一些建築 譬如說 之前Northwest 我去過 它就分得更加細的 就分了有organics 就是可以放廚餘 又分了一些是放膠瓶 又分了一些是放膠袋 那大家就看回你自己住的建築 它那些不同的規則 我們現在就下來了 Amazing Frankfurt這個商場 很多人 我後面那棟就是剛才看的 Tower 2那棟樓 然後下來其實它是連著 這個open area 然後後面那個波 其實就是那個sky train 就是Brandwood的sky train站 大家看到這個mall的中間 這個open space 就有點像我們香港K11 那些mall 有些露天的綠化的area 這個mall還未全部開放 入住所有商場 都未蓋好了 還有一些需要一些時間 但已經有很多商舖進來 譬如剛才看到Starbucks 後面Sephora H&N 就來開 這邊下面有個Sporting Life 是賣運動用品的 也有Nike Adidas 那些店都會慢慢開 也有吃東西的店 我們就是這個mall 所以我已經一路一路都起了很多年 四五年 看著它 因為我記得第一棟Tower 1 4510收樓的時候 這裡還是沒有東西的 上不來的 是封了的 今天再來舊地重游 看看就已經多了很多 很多可以看到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高過下面 Street Level Low Hit 大家看到我要一路走樓梯下去 它是提高了一個 好像地基 所以其實剛才那個地區 已經感覺上是兩三樓 一路下面 除了這個Starbucks 下面還有McDonald 還有銀行 還有Parking Level 這個平台位置 也是有些設計 發展商是Shave 當初它開設整個project的時候 就考慮到除了住之外 也融合了一些生活元素 所以有些比較美麗的設定 好 我們現在慢慢走下去 那個就是Skytrain 剛剛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現在走到這條比較忙碌的路 除了Skytrain之外 下面就是Low Hit 或者Highway 7 Low Hit 一路沿路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配套 除了油站之外 這裡有銀行 其實這個地區 加拿大五大銀行 基本上都齊了 這裡有Royal Bank 後面有TD 上面我剛才看到有Bemo 這裡就是Low Hit 接著這條就是Willington 其實大家如果住在Brandwood 這裡又想去Metro Town的話 其實這條直路 Willington一路下去 其實就差不多10分鐘 車程左右 就已經可以去到Metro Town 中間是BCIT 所以要過來這裡讀書的話 都可以住在這裡 都很方便 Costco都是向南邊的方向 我們在Low Hit這邊 可以再看看 那邊那些高樓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Metro Town 所以其實很近 其實對面馬路是Solo District 那裡也有好幾棟高樓 那裡也有好幾棟高樓 接下來Solo 3 其實都快要收樓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下面的地鋪 都有超級市場 HOME FOOD WALKING DISTANCE 都是五分鐘可以走到去的 那裡還有一個很大的文具店 然後我這邊右邊 走過來兩三分鐘 都有好幾間餐廳 這個熟裝是吃中菜的 有薄薯 有西餐 這裡就是不同的食物店 這個是做指甲 這個是 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買一些甜品 那些Cupcake 那些東西 我來香港買生水冰 最喜歡買甜品 就是這裡 這裡也有Pharmacy 前面有匯豐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地區 就會有這些配套 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地區 也會看到 有什麼故事 我們現在是在這裡 我們現在就看到 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 我們還好 在那裡 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 它們 它們 我 沒有 它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准進去說 可不可以先下一個 說一下吧 哇 很臭啊 不是小小臭 為什麼臭得不夠掛呢 W1這個沒那麼臭 那這個想法呢 咦 我想說它不能扣著 這個是有三個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來看一看的 Framel家經常來做 不停震 我看就沒怕 好不靜啊 算吧 任由它 要是算吧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會不會梳了一點 可能是 不如你先回來吧 很大風啊 要不要先停一下 哇哇哇哇哇哇哇 F-街 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Konkong Metro Town West Tower今天開賣了 即是最邁的這一棟 第一期 收到這些風 我今天在那邊看到的教位 其實一房間來講 只要在中層左右 你七十多萬便會買到 以及中層單位 如果兩房的話 110萬樓下 你都會買到18、20樓那些單位 就是優點尺寸 然後有屁股和屁股 West Tower如果賣完之後 Sancho Tower之前三月中賣完 發展商再推的就是Grant Tower 何時推還未知 但戶型選擇會比較多元化 那它多嘛 可能會有三房加釘或四房 也有64層樓高 我發現發展商很重視前來後到 即是如果你對Grant Tower有興趣 一定要盡快登記 我下面有連結 另外就是或者說了給我聽 盡量把你放在前一點的 Release或者VIP Preview List 一定要做完這些步驟之後 更容易會在Grant Tower 拿到Reating Appointment 好 希望幫到大家 我們明天再見 Bye Bye